现在很多古装剧中都会有女扮男装的情节 其中免不了的就是女演员要穿男装既不能太敷衍 要符合男生的感觉 又要很好的驾驭住这些服装 对于演员来说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由杨子主演的电视剧《长相思》正在拍摄中 近日就有网友曝光了两组杨子在这部剧中的路透照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这部剧至今还没有公布定装照 再加上杨子饰演的其中一个角色是男生的设定 所以目前曝光的所有路透 也只有杨子的男装造型 而这次也不例外 发型仍然是之前曾曝光过的网帽加简单的发迹 身上的男士古装像是各种迫不拼接在一起的 一副典型的市井小民模样 而在这一组路透中杨子饰演的角色性格也是非常分明 周围其他人都在忙碌着 而杨子则是一直躺在一张竹子做的吊床上 悠哉悠哉的样子 而在原著中杨子饰演的文小六 就是不喜欢干活的人设 可以说是非常还原了 更有网友调侃 杨子是在上演横电板向往的生活吧 而在另一组路透中杨子的发型仍然没有变化 衣服则是此前曾曝光过的定装 路透中的那深白色破衣服 依旧是给人破破烂烂的感觉 也让不少网友感叹 虽然衣服破但是挺多的 在这一组路透中杨子终于动了起来 举着一个凳子挡在自己面前 而对面则有一个大叔模样的人 正对着他举着勺子 两人似乎是起了什么争执 一个想要用勺子打 一个用凳子打 光看这组镜太图就非常有画面感 也让人好奇 具体的剧情是什么 路透中除了演员之外 最吸引大家的还有不景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两个人所处的是一座木头做的房子 非常有江南小镇的感觉 周边都是郁郁松松的树和草 屋顶上还晒着各式各样的药材 整体布局非常用心 十分唯美 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而杨子和对手演员 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打闹 一镜一动两种风格 非常自然真实 仅仅从路透看 就让大家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 看到杨子新剧长相思的路透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订阅